早餐15分钟就可以做好的包子,你心吗? 是的,像我这么做吧,做一次可以吃3个月 500克面粉放5克酵母粉,320毫升的温水 这个面团要比平时做包子的面团水分大一些 揉光以后醒发到2倍大 肉馅中放入视频上方的这些调料 肉馅鲜嫩的关键就是少量多次的往里加水,边倒边搅拌 大概是一斤肉馅350毫升的水,调成这种状态 倒点食用油锁住水分,放入葱姜末,搅拌均匀,馅就调好了 也可以放点自己喜欢吃的配菜 这时饧好的面揉面排气,多揉一会包子会更光滑 然后分成小剂子,擀成中间厚边缘薄的皮 按照自己的手法包起来就可以,收口处捏紧 全部包好以后醒发20分钟,套个袋子防止水分流失 放到冰柜冷冻,这时冻了一晚上的包子已经全部冻实 装进食品袋冷冻保存,吃的时候无需解冻 直接开水上锅蒸15分钟,闷5分钟出锅 蒸好以后的包子和鲜的没有太大区别 着急上班上学的,早上蒸一锅还是很方便 喜欢时长吧